歡迎收看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祖霖 然後我是郭靖淳 來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中原普渡大災問 當然很多關於在中原普渡的時候 拜拜的 該注意的一些細節 今天要再複習一遍 是…我們有很多的問題 要幫觀眾朋友問一下 因為我們到中原普渡的時候 這個是孝親月嘛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請到幾位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我們來歡迎蔡嘉宏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江忠伯 帥哥 對 大家好 好 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王牌主持人 楊月娥 月娥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和 來 接下來歡迎我們維安老師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朱鋒敬老師 好 大家好 是 首先 這個嘉宏也剛去贈災回來 對不對 對 我們是到林邊 對 很榮幸這次能夠 跟大愛電視台到那邊去 到林邊 是 其實林邊算是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林邊那邊就是 我們一到那邊去就聞到了那個 因為它剛好吃那個魚溫 然後還有鵝 那它很不幸 它剛好吃那個小鄰村的下游 所以有很多那個濕體的味道 是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看新聞節目 每天一直爆... 可是我們要問一下中國 我就說其實現場的情況 好像比我們看電視 還要嚴重對不對 非常嚴重 其實首先我們當然是 先像巴巴水災這些災民 其中他們能夠重建家園 受困的也都能夠脫困 那也像這些志工 義工 還有社會上各個這個 警消人員致敬 非常辛苦 對 但是其實剛剛朵琳哥講 其實這次水災 我想知道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一年的水量 降雨量可能了不起 五 六百公里 所以說指這些地區 對 了不起可能最多八百 但是那一天要下到兩千多 我想真的 會淹到這麼大的水災 其實也是可想而知 剛剛朵琳哥講的這個報紙上 我們曉得其實最主要的災區 很多都集中在高雄縣 高雄縣的什麼 像是這個賈仙鄉 小鄰村就在賈仙鄉 還有納馬下鄉 還有這個六龜 對 還有像是這個桃園鄉 是 那小鄰村比較 比較 比較令人遺憾的是 因為它的這個村落 剛好是在兩個 大的這個山下面 像是一個山谷 那兩千多公里的水 在這個土石裡面這個 等於下在裡頭 讓它水分飽和之後 它就會開始才能鬆動 衝下來就變很遺憾 不能說滅村啦 但是目前官方統計的人數 大概還是有可能是 四百人上下的一個人 就是一瞬間就可能跟親人 就生離世伏 而且我們還看到好多新聞 有些 有一個故事是 全家都走了 對 全家十三年 對 等於哥講的像這個 逃出來的是一個中年男子 那他的哥哥 他的弟弟 弟媳 爸爸 媽媽 媳婦什麼 幾乎全部都在一瞬間 是因為剛好是爸爸結 父親結 有的人是回去陪爸爸的 對 然後又是暑假的 有些小朋友是回去陪阿公阿嬤的 是 這些本來平常不是住在那裡的 反而也在這個時間裡面 來到這裡 所以那個人數上 反而很難從戶籍上面 去做一個全面的統計 才到現在還是沒辦法 所以說這個真的就是說 生命真的是無常 對 然後當然我們今天做這一集 我們這個 這一集特別的這個節目其實是 因為他們很多受災戶 漸漸從發生事情到現在 開始大家已經在準備辦法會了 我想大家對於這個往生者 就有好多的 就好多的問題不了解 是 因為事發得太突然了 對 有一些家人還埋在裡面 到底是該挖還是不該挖 或者是到底該怎麼樣 我們都要 當然就是我們活著的人都希望 都希望能夠讓往生者 他有沒有收到 或他在西 尤其是在西方世界 希望他們能夠過得好 對 但其實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說在這段期間裡面 現在在救災 尤其在經過了假日之後 發現有一個現象 真的要請大家幫幫忙 就是在災區很多重要的路段 好不容易把它趕快搶救 已經搶通了 結果很多事 急著要去找家人的 親人的 趕著要去 拜託 竟然也有人揪團 要去看那個災區的 就不要去了 揪團看災區是 他是看什麼 台灣有一個很習慣 當成觀光聖地 就一群人去了 所以就造成另外一個交通打劫 真正的要去搶救的 或者要運送物資的 反而進不去 因為就塞在那個 很多重要的路口 這個真的請大家幫幫忙 救災跟救命 是跟時間在賽跑 是 拜託 這段時間不要去 不要湊熱鬧 真的 是